Ladies 乡亲们 各种古的又跟大家见面了 最近网上电视台热播了两部宋代题材的穿古代衣服的剧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命名他们 装古剧吧 然后因为我是靠讲宋史出的名 就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宋史专家 就老人问我 说这个剧符合不符合史实什么的 让我提提意见 大家都知道我是根本不看这种穿古代衣服的剧的 因为不用看就知道不怎么样 肯定不符合史实 符合史实就没人看了 但是问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也就瞅了那么几眼 这东西就是一夜之秋 瞅几眼就知道怎么着 一部叫清平乐 还有一部叫大宋公词 首先说实在的 还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那亮亮在哪呢 就亮在他这个浮化道上 一改原来就受这个港台那种戏装影响的那种浮化道 应该说是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突飞猛进的进步 就这两部戏的这个浮化道啊 都是很下功夫的 确实是做了一番认真的考证 原来就电视剧里的那个服装 说实在了 就这跟京剧舞台上似的 甭管哪朝 一律用明朝的服装 所以那个皇上只要一出来 就一定是黄喇叭唧那种闪着的 这个黄袍上面印着各种龙 然后宋朝皇帝已经戴那大长刺的那种帽子 大臣也都那样 反正就是千篇一律 但是呢 这一次呢 真不是这样 这两部剧 咱先不说这个情节 怎么样 这浮化道确实让人跳大摩哥 你看那个皇后的这个形象 这完全是按照这个古画上这个皇后的这个服装来复制出来的 头戴这个凤冠 身穿宅衣 这个宅衣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实物留存 只有韩国留下来一件 当年大韩帝国太子妃的这个衣服流传下来了 在中国根本没有实物 他们专门跑到韩国去看 照着这个古画 找服装学院的人去复原 这很下功夫 然后你看这是天子穿的衣服 咱们一般想象说这个天子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肯定是 头戴免留官 是吧 就上面一搓板 然后就垂一串蒜粉珠子 是吧 然后这宽袍大袖 这个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在古画里边宋代的皇帝戴的是通天官 又叫承天官 是宋仁宗为了避讳这个皇太后的父亲 流通的慧 把它改名为承天官 原来叫通天官 二十四道粮 就跟这个免留官的前十二串珠子 后十二串珠子 相这个呼应二十四道粮 大红色 相黑边的这个正装 戴这个白色的芳心曲领 就皇上也手持这个玉规 祭祀的时候用那种玉规 这不是护板 这是玉规 皇上抱着这个 庄严庄重 因为这个是大朝会才穿这种衣服 一年就是三次 冬至大朝会 元旦大朝会和五月朔大朝会 只有这三次皇上才穿这种衣服 结果这个电视剧呢 居然难得的让皇上穿上了这样的衣服 就表现这大朝会的场面 非常难得 像这样的衣服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样的衣服 这是皇帝的长服 或者叫朝服 就皇帝上朝的时候 不是大朝会的时候 穿这样的衣服 红色的 然后戴这个展翅葡萄 就我们认为的皇帝必然要穿明黄色的袍子 这个是从明代才开始 以前的皇帝穿的衣服 各朝各代 他推崇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是吧 宋代皇帝是穿红袍居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宋是火德 中国古代相信这个五行始终说 宋是火德 所以他们穿的衣服是以红色为主 留下来的帝王画像也是以红色的衣服为主 即便穿黄袍 他这个黄也是近似于白的这种淡黄 所以他这个电视剧就表现的非常真实 不是那种刺眼的明黄 不是那种样子 你看宋太祖的这个淡黄色的袍子 你看他的画像淡黄色的袍子 是吧 近乎于白 所以他电视剧里复制的也是这个近乎于白 然后戴着这个长脚的这个展翅葡头 官员也是 正式的朝服也是这样 跟皇帝的打扮差不多 他这帽子是不一样的 腰带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要佩戴鱼带 他这种帽子也是这种粮官 戴粮官 官员最多是戴七粮 然后六五四三二一 最低品级的官员就是一粮 也是戴这种粮官 这帽子上有一道一道的粮 他这个里边的官员都是 这打扮都跟真实的画像是一样的 按照真实的画像来的 而且这两位带的这个官还不一样 旁边的是一般的文臣 这边这位叫勋臣 勋臣就是有爵位的 勋接比较高的 他带的这个官叫雕缠官 这完全都是符合历史的真实 你看平时官员上朝的时候穿的这衣服 就是这种跟皇帝一样的 穿的这种朝服 他就是也是这种芳心圆领 然后戴这个展翅葡头 手持护板 其实中国古代有好多词 比如我们流传到今天 它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你比如说咱们讲这个人 红的发紫 这是恭维你的词 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的官员级别最高的穿紫袍 你看这两位众臣是穿紫袍 往下红袍 再往下青袍 青就是蓝 那种战蓝色 再往下绿袍 这四个等级 说你这个红的发紫 那就是说你要从这个局级干部升部级升国级了 所以就是夸你的词 满门诛紫 家里全是做大官的 就这个意思 但是要说你紫的发黑 这就是说你要造反了 为什么呢 只有皇帝他的正装是黑颜色的 然后香红边 所以说你紫的发黑 那就是你要造反 你想当皇上 就这个意思 就骂人的话 所以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红的发紫 紫的发黑 这都是根据中国古代官员的服饰来的 然后你看这是变装 哎 这就是那个蔡京 听那个宋徽宗弹琴的 他穿的变装 你看这里边 艳书 穿的这个变装 然后带这个软角铺头 就垂下来的 不像那个展翅的那种 你看 都跟那个历史的真实非常像 所以整个这两部剧 首先说这个浮化道是特别值得肯定 一扫原来的塑料杆 但是呢 其他的地方呢 说白了就不是特别敢恭位了 其实啊 甭管是清平月还是大宋公辞 所有的这些个装古剧 常犯的错误 我不管这个什么剧情之类的 就是你这个编剧编的怎么样 这个生动不生动 曲折不曲折 这跟我的关系不大 因为我对这个剧情也不感兴趣 我一再跟大家强调 所以我就觉得它最诗真的地方 主要有这么几点 它容易犯错 咱们了解历史有几把钥匙 直观 年号 避讳 就你要这些东西不懂 那古书你根本就看不懂 史书你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呢 所有的装古剧它犯错 都是在这些上面犯错 年号还好说 一个就是避讳上面 再一个就是直观上面 经常的犯错 你比如说大宋公辞上来就讲 说这个宋太祖驾崩 然后呢 赵光义继位 改名为赵光义 这就是宋太宗 这根本就胡扯了 宋太祖叫赵匡义 他弟弟呢叫赵匡义 俩都是匡字辈 等到宋太祖当了皇帝之后 他匡义 你就不能匡义了 匡和印这两个字都要避讳 所以他弟弟才改名为赵光义 是这么来的 不是说他登基才改名 你登了基了还改什么名 你有病吗 没有这样的人 只是到了清代才有这种事 就皇上把自己的名字改了 兄弟们就不用改了 不用毕了 我改 是清朝从这个嘉庆皇帝才这样 乾隆呢是说兄弟们不用改 跟我用一个字 我叫弘历 你们红石红咒都可以 雍正呢是指使让他的十三帝遗亲王不用改 其他人都改成个允 原来都叫印嘛 后来都改成个允 只有清代有这种事 别的事都是你都得毕皇帝的这个会 所以兄弟们跟他排倍排行倍字排的一样了 皇帝登基了之后 你这有一个兄弟当了皇帝了 你就不能再用这些字就得改 所以这就完全他不懂 这个毕会闹出的那种笑话 至于这嗜号上的错误就更多了 小的时候就看那什么包公的电视剧 那里边就是那个什么王要造反 那就骂宋仁宗 仁宗这小子那是嗜号 那是妙号 他死了才有 当然最厉害的就是私情高娃老师 我孝庄 那简直就没法说了 所以这个毕会上面一犯错 你这个剧就太失真了 再有一个就是直观上面容易犯错 那这里边我就看清平岳这个剧是很不错的 那比如他用到什么疏密史 这种词疏密史就是宋代的最高军事长官 其实呢有点相当于咱今天的总参谋部 负责这个调兵 这个派遣军队是干这个的 兵部只能是练兵 相当于国防部 他没有调兵权 由疏密史来调兵 所以他用的这个词特别对 没瞎编 没给你什么天下兵马大元帅 没给你瞎编这种词 还有呢 你比如说他像什么开府一同三私 这是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官最高的官阶 让你开府见节 一同三私 级别是最高的 这个词都指挥史 这个词也都用的特别好 都是宋代的真实的官名 没有胡编 你看那个什么康熙王朝那种神剧里边 封你为亲王 加一等功 王跟功哪个大你分不清楚 封你为军长兼牌党 有这么说的吗 那个什么啊我要让他让他做这个一品台棚支县 哪有一品的支县啊 自古以来支县就是七品 到一品就是总督了 还做支县 只有大兴 晚平 承德 曲府 只有这四个县的支县是六品 对吧 这个大兴晚平 因为是管北京啊 北京顺天府 下辖两个县 是吧 大兴县 晚平县 是吧 然后呢 承德 那些秘书山庄在那 然后曲府 这边衍圣公在那 就这四个县是六品 那来的一品之县 这就胡编的简直就离谱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让人就是吐槽点就太多了 是吧 所以呢 注意这个直观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还有一个呢 那就是台词 那有的这个古装剧的台词啊 真的是太烂了 那你比如说这个大宋公词 就好多人吐槽 就是那个台词粗鄙不堪 懒得要命玩得净逗乐啊 就是父皇自幼就喜欢三弟 是谁自幼啊 父皇自幼 是吧 喜欢三弟 这什么词啊 这叫什么 地震啊 先不说这情节多扯淡啊 地震 然后他爸爸埋在这个底下生死未卜 然后这俩人打架啊 但是父皇尸骨未寒 你就跟这大放厥词 他还没死 那就尸骨未寒 是吧 你应该用个生死未卜 就是中学语文老师都能气死 这用的这种词 这就太垃圾了 这太烂了 这就有点跟那抗战神剧里边那个是吧 我爷爷九岁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就跟这个一样了 这就太没劲了 但是你看那清平岳呀 他这里边的这个词啊 就写的特别好 丞相吕一简 他就用了这么个词 引用孔子的话 父在观其至 父莫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是吧 就他就 你直接就用孔子的原话 这个东西 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台词 不是都有字幕吗 你大白话 你就那个父皇自幼 就喜欢三弟 也有字幕 被人一截屏嘲笑 是吧 您这东西出来 基本上人都能懂 而且就是他不懂 不懂活该 说白了 你不要旧 或者低层 你不是老觉得自己有教育的功能吗 那你有推广传统文化的这个这个意义在里面 那你就得讲出这句话来 是吧 你包括他日常的对话 也都很古雅 遇得他人之句 先有赦人之能 遇得他人之境 先有福人之德 你这话就太好听了 那你不能全是那个是现在那么网络流行语 爱的太刺了 所以一定要古雅 台词尽量古雅 因为你演的就是穿古代衣服的剧 所以你这个台词一定得古雅 所以 嗜号 然后避讳 这是一个意思直观 这是一个意思台词 这都是装古剧的硬商 人物塑造 其实我前面都讲过 历史其实很有趣 历史是鲜活的 是由一个一个人构成的 甚至是由一个一个故事构成的 你就直接提取那里面的营养就足够了 不要瞎编 不要按照现在人的这个思维去想古人 所以大宋公辞最遭人诟病的就是你把那个刘娥 有这个吕武之才而无吕武之师 这么一个人跟吕后武则天比肩的人物 把他演成一个傻白田 农村一个傻妞 然后逆袭上位 靠着傻白田靠着善良成功 这不可能 这完全不可能 其实真实的刘娥的历史 比这个电视剧演的 其实还狗血 还生动 你们如果感兴趣 我的腾飞五千年里边讲的宋朝 都是这段都讲过 你可以再翻回去看看 本身就是 先是嫁给一个银将 然后被这银将卖给一个军官 军官又献给这个王爷 然后王爷一见钟情把他收进王府 等于他 嫁过两回人了 转了两道手 到王爷手里 最后王爷登基 才把他这个立为皇后 所以他的故事其实生动极了 甭不是民间传说还是历史的真实 都很生动 但是你看 让这个剧一拍 这个人彻底毁了 特别有意思 前些日子 就是带这个游学团 专门去了这个河南巩溢的宋陵 时间关系来就看了宋真宗的永定陵 然后当时那个勘陵的那些小姑娘 就文宝园吧 给我们讲 说拍这个大宋公司的时候演那个刘娥的那个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这演员 还专门到这来拜这个刘娥的灵 我说对 我说他肯定知道自个是狐狸演 所以求本主原谅 免得人家夜里一个雷给他披露 可能怕这个 所以 这个人物塑造应该说 一般的这个装鼓剧都是不成功的 因此呢 其实 我认真的给这些个装鼓剧提一个意见 就你们爱听不听 你们听了反正也没人给我钱 你们不听就是这样 反正我也不看 就是你们一定要在这个 避讳直观台词人物塑造 这几点上下功夫 你们避免的像那个原来香港什么TVB 什么SB 拍的那些个烂剧似的 那就太SB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这两部剧引发的一些个感慨 欢迎大家关注YouTube 袁腾飞频道 谢谢大家